心情 嗨 大家好 我是非正規實習生UNI 上禮拜的活動劇情關卡 大家看到愛麗絲&娜德出現 就已經開始熱烈的展開討論了 我們今天就來為大家介紹一下他的設計理念 但首先呢 我要先來簡單解說一下 愛麗絲跟卡尼爾誕生的由來 已經知道的玩家也藉此簡單複習一下吧 當年的仲裁部隊 一直想要開發出同時具有超強的戰鬥力 而且愛好和平的終極思考型機器人 但是這兩種屬性的CPU卻一直無法相容 所以到最後就發展成了兩個個體 一個就是戰鬥力高強的卡尼爾 另外一個則是擁有善良之心的愛麗絲 那這跟愛麗絲 Another 又有什麼關係呢? 是因為在 X-Type 的時空背景之下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共享的CPU 在 DeepLog 發生錯亂的時候 然後令人城市不停的進行分析和重組 也就在這一個過程中 奇跡似的產生了可以兼容的晶片 也就是這一個獨立於卡尼爾和愛麗絲之外的第三個存在 愛麗絲 Another 再來我們就來聊一下愛麗絲 Another 的外型設計概念 因為愛麗絲 Another 主要就是愛麗絲和卡尼爾之間的融合 所以以愛麗絲為基底融合了卡尼爾的元素 包含我們可以在草圖上看到的軍帽和盔甲 但是這樣的造型會讓人很難聯想到愛麗絲 因此在最後採用的版本中 上半身保留了愛麗絲原本的造型 象徵他仍保有愛好和平的本心 而手和腳的部分因為要用來戰鬥 所以就以卡尼爾的造型作為設計 為了能夠呈現更加帥氣俐落的感覺 從原本的連身裙改成了轉版大衣的風格 配色也參考了卡尼爾的配色 在愛麗絲 Another 的外觀造型上 完美融合了兩個人的特色 作為 X-Type 中第二個可操作的原創角色 大家喜歡嗎? 歡迎留下你的意見讓我們知道喔 以上就是今天的非正規情報戰 我們下次見 掰掰